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稍微做一个总结一下 第三章的话 第三章的祭宋 是东黄本跟敦伯本都是没有的 惠心本也没有 是七宗本或者曹西本 或者是宗保本 以后首加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你看那个祭子 恩哲孝养父母 义哲上下相连 等等这样四句 葛剑的话 这个句子是相当中国话的 整个里面跟那个 超出轮回的那个 从印度来的那个 佛教的原始 是有一点那个 就已经这个佛教 已经到这个地方 就已经中国化了 第二个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众生都有佛性 都可以皆可成佛 但是的话 你们看到六祖没有说过 出家人才有佛性 才可以成佛 没有这样说 是众生都有佛性 皆可成佛 所以出家人是修行的 出家人修行的方式 出家是修行的方式之一 它是非常殊胜的 但非唯一 在家出家修行的方式的话 重点应该有所区分 上次我们讲 特别提到的 心品 心品何劳慈戒 喜因子何用参禅 这个地方 各位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说 出家人 而且是要祖师级的才能够如此说 那一般人的话 说这句话要非常小心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他的演绎的话 说 因为心品何劳慈戒 行止何用参禅 慈戒跟参禅是出家 心品跟行止 这个地方是对称 应该是在家 所以的话演绎的话 就在家也可以成佛 这个相当什么呢 心品何劳慈戒 行止何用参禅 就相当 行 行于非道 也就是像丹霞 烧木活 类似这样的话 但是这句话 你如果把它 看来它争议的话 还是非常了不起的 能够创出这样的话 就是 心品何劳慈戒 行止何用参禅 它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争议上是非常了不起的 因为生活 对佛教的发展 有一个企图心 为什么 你看看 这里面的话 心品何劳慈戒 行止何用参禅 因为出家 他这个的话 就是说 出家 就是要超出六道轮回 所以他是成活目标 在家也是可以成活 所以的话 他包括出家跟在家 所以这是普渡终身 人人都可以成活 有没有 到六祖的时候 他连在家居士 也有一定的期望 在那个地方 所以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样的话 好 那现在我们判到183页 从第四章 定会等词 经文的话 经文一 请你翻经文一的倒数 第1 2 3 4 第五行 自悟修行 不在于真 有没有 把它勾起来 就是修行的话 禅宗是自心 自信的话 所以自己了悟的话 修行 不在于真 那个真言 真言 跟有没有那个言 两个字 意思差不多 好 那翻过来 184 184的第1 2 第3行的尾巴 自无修行 不在口真 那这个是敦煌本 敦煌本 整个里面是一样的 那现在我们就直接 现在是185页 185页 经文也是先来勾经文 解说的第3行 定是会体 会是定用 请你把它勾起来 定是会体 会是定用 然后下一行 即是定会等学 勾四个字就可以 上面就是定是会体 会是定用 然后定会要等学 好 那再倒数 经文的倒数 第3行 心口聚散 内外一如 定会几等 心口聚散 内外一如 定会几等 好 经文够好了 那下面的话 经文我就直接 因为经文很简短 我就直接 我们就直接从翻译看起 底下的六组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 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 慧能大师是以一心 无分别心的态度来讲的 跟一般讲的话 你在读这个东西 你在读这段的时候 你好像觉得没有 好像也是觉得是这样把它读 读这段好像是一般 在讲定会的时候 六组是以一心 无分别心来讲的 这显示慧能大师是非常高明的 出读的时候 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多高的多深 而且是轻轻松就这样把它读过 可是它是展示了它最深的一心 展示了它五分别心 而且的话 平常我们一讲到定会 大家心里面就是会分别 因为一个定会 这两只到一个定一个会 可是六组马上教你要不分别 这一段话一讲下来的话 就让人家非常的钦佩 整个里面 我们知道定会是一体的 不但不能把它看成两个 而且只能 而且以为只有限定在定会这样 事实上它这只是一个 它用一心无分别心去谈这个 定会只是它拿出来的一个例子而已 拿出来一个例子 好那现在的话 我们就先来看它拿出来的那个 你要知道这一段的话在讲 会能大师的话 它是用一心无分别心来阐释诸法 那现在它只只把定会 拿出来当做例子 当做例子 好那看着 就看欢迎解说了 会能大师对大众开始说 各位菩萨 我所宣讲的顿教法门 以修炼禅定跟波勒智慧为根本 就是定跟会 就是一个禅定 一个波勒智慧为根本 大家别再迷惑 说禅定跟智慧是分开的两件事 你把它分成二 它是用一心无分别心来看的 其实禅定跟智慧是同一体的 不是两件事 禅定是波勒智慧的本体 智慧是禅定的作用 当波勒智慧永生的时候 心定的作用也在智慧当中 当灵神禁律入定的时候 智慧的光芒也在禅定当中 会中有定 定中有会 如果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定会平等 定会同理的学问 诸位学到的人 不要说先有了定 由定产生会 或者是先有了会 然后由会产生定 将定会硬生生的把它去问开来 做这种见解的 国法并有两项 口虽然说善 但是心中常存着不善念 以嘴巴在讲国法 说修行 但心中却为先定后会 或者先会后定 分别高低 空有定会的名称 定会实际却是不相等的 你如果若是心所想 或者口所言的都是善的 内外一体的就独如 定会就相等的 即会就是定 定就是会 佛法会在自我的领悟跟修行 不在于口舌 尊论诗论诗论诗非 若是争论 争论定会到底是谁先 谁后 就好像迷惘的人一样 因为你不断除争论 圣户那个肢结的事的话 那这样就会增长我执法执 那引起的纷扰 不能远离我人 就是那事项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我相 不能离这个事项 那上面你看 不在于口舌争论识会 有没有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辩论 辩论的常常有的时候 就在那很多东西 就在辩论 一定要把那个什么 鸡跟蛋要弄出去 花了好多心神 我们就举我们禅宗来讲的话 你看那个六祖 那个神会大师 神会禅师 神会禅师一生的话 神会禅师 你看他在北边去打天下 他就是为真正统 为六祖真正统 六祖 因为严格讲 北方当时的北方 并没有承认 那个一般的屠众的话 不认为那个 那个真法是在朝西这个地方 他就是到那边去 去打天下 那就是争论 那历史上如果是 那个我们东皇 我们有发现的话 神会这个人 严格讲就被埋没掉了 就被埋没掉 所以我们不要太多的事情 就发挥在口舌争论上 尤其是修活 神论的 你看那个连神会 办的无遮法会 这历史上我们只知道 神会大概有去无遮法会 什么 但严格讲 没有敦煌文物出现的话 大理上都不清楚 所以的话 因为修行是一个自己 都是自己的事情 在那边争论的话 严格讲 因为每个人程度的深浅 是不一样 每个人境界是不一样 在世界这么大 每个人的境界 怎么会在同一个level 上面谈东西呢 我们每个人的境界是不相同 你一定要在那边争 那个不要 每个人是有高高低低 你就把它当作 每个人的修行有高高低低 不要在那边争 低的人要跟你看齐 高的人要拉下都不需要 每个人的修行方法就 因为八万四千法门 每个人的修行方法都不相同 所以你要注重自己的自修自证 它是很重要的 那个口证 这个是不行的 好 那就像经文非常简短 今天的经文两节都很短 下面一个它是用PE 定位的话它是给它下PE 186页 186页 经文的下一段 下一段 因为经文很短 我就把它读一遍 算之是定会 犹如何等 就定跟会 像什么呢 犹如灯跟光 这个地方如果你是要顿一个号 定跟会 有没有 它是顿号 犹如灯跟光 我们灯光是两个合起来 有灯即有 有灯即光 有灯即光 那个无灯即暗 灯是光之体 光是灯之用 有没有 所以它是顿号的 明虽有二 那体 体本同一 灯跟光的话 一定是要有光 也是要有灯 要有灯没有光的话 它是两个事 体本同一 此定会法 亦乎如是 好 那下面就做一个翻译 各位菩萨 定会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灯与光 有了灯就有光明 没有灯就一片黑暗 灯是光的本体 光是灯的作用 灯与光名称虽然有两样 体性原本是同一的 这定会法门也是这样 我们读这个好像是很稀松 很平常 你今天的话就定会 你就把它当作这样读下去 但是严格讲 这个只是六组的举例子之一 它用无分别 用一心 用无分别心来看问题 那这个层次的话是很高的 很高的 我们以后慢慢读 你慢慢去体会 这是一个 今天的话这边是在讲 是在用一心无分别心 下一个的话是用文书 文书Polar 这两个的话 各有各有它的那个 寓意在那个地方 好我们看一百八十七页 借定会三绝 把浩昂的活法 简单归纳为 借定会三绝 这是我国 就是中国圣人的伟大贡献 而把借定会中的定 又把它抽出来 那个是发挥的淋漓尽致的话 那个是禅宗 那个是禅宗 所以你看喔 我们现在不借定会吗 今天只谈定会对不对 借的话它又摆在一边 摆在一边 那个的话跟今天我们谈的那个定会 跟有哪个 天台宗 天台宗不是有子官法门吗 有摩河子官跟小子官 有没有 子的话就是定 那个就是 那个的话 那个就一个就官就是会 所以的话叫定会法门 就变成两个 把借又放在一边 所以我们中国圣人很厉害 整个里面 因为浩昂的活法这么多 我们把它规成借定会三个 禅宗的话是特别注重定这个地方 天台宗的话是子官两个 一个定一个会这样弄下来 好那些借 因为我们要讲借定会嘛 借是规律 身尼各有不同的借规 定就是怎么控制心 也就是怎么定心习律 那很重要的定就是要习律 习律 会就是智慧 严格讲就是空会 所以的话你的话要 如果要勾的话 定就是什么呢 习律两个字要勾起来 那会的话就是空会 佛教里面的空会很重要 也就是误解 那个禅宗将三学中的定抽提出来 作为中心 作为中心 包括借会 因为打坐的时候 可以控制人的呼吸 所以的话 所以打坐的 打得好 那是不是活 那不一定 那打坐只是坐向 坐得好 是成活那个一个基本条件之一 三十二项也是成活条件之一 不是说有三十二项 人就是活 所以的话你看 你做打坐做得好的时候 可以控制你的呼吸 然后的话跟着呼吸控制到的 会控制身体 然后接着控制你的心灵活动 欲望来的时候 所以的话你看这个打坐可以调身 调习 调心 有没有 要把自己打坐 但是一般人说打坐是练身体 练身体 那严格讲 打坐的话是习律 练身体是次之就提到 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方法 所以调身 调习 最重要是因为你要习律下来 你的习律 那就单一 精神会集中 所以调心 所以的话 进而控制心灵的活动 欲望来的时候 就靠智慧来帮助 如情欲升起的时候 用不静观 白骨观等来教习 那个不静观 各位什么叫不静观 不静观的时候 如果告诉我不静观 你看那个阿难尊者 有没有 那个 他陷入那个 社难的时候 那个布吉蒂 那个就 释迦牟尼娃问布吉蒂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阿难呢 他说阿难的话 就长得非常英俊 所以阿难后来视线什么 阿难的话 就是你看他睡觉的时候 打 你看人家睡觉的时候 你看他嘴巴打开 还在那边打 打憨 有没有 然后的话 视线他 他感冒的时候 感冒的鼻涕这样流 这个就是不静观 然后人是 这个不静观 那白骨观 我们给你举一个故事 那唐朝的时候 那个狄仁杰 各位知道吗 狄仁杰是找的 长得非常的高大 而且是 是非常的 看历史上 谈起来是很英俊 他一般的历史的 谈话 他是 武则天的情人 武则天是很欣赏 那个狄仁杰的 他们两个的话 感情非常好 那狄仁杰 他是大概是公文人家庭 中阶不是公文人家庭 他要去 所以要走公民的路 他年轻的时候 就是在求学阶段 到庙里面去 到庙里面去苦读的时候 那人家那个相师就 那个就方丈 相师看到他跟他讲 你的相貌的话 非常的那个 长得非常好 你这一生 在三十岁 如果你不破色戒的话 你大概就出将入相 敌人间的话 你看他就记起来 你如果 你如果三十岁不破戒的话 你会出将入相 所以的话他就记住这句话 然后因为他去寺庙里面读 所以他对佛法是有一点点研究 是有研究的 他在进京港考的时候 都要跟客 在京城里面 然后在一个客栈里面 就离京城已经比较尖 在一个客栈里面 一般港考有的时候要住很久的 要住一段时间的 因为大概要很早出啊 他到一个客栈里面 在那边要准备考试 结果这个客栈 客栈的那个 那个负责人就是那个 是一个少妇 是一个他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 就是他的现在 就是 如果不好听 就是寡妇这样的 整个里面 他长得呢 是阿诺多姿 也是风韻非常的迷人 这样的话因为是一个小客栈 小客栈的话 结果的话 这个就是这个 那个旅馆的那个主人 看到他就亲自去招待他 你看看住个一个礼拜左右的话 他就有感情的 天天这样的话 一个你看长得这么英俊 这么的那个飘逸的 一个的话是阿诺多姿 两个的话就有一个 好像的话对方都非常 都是非常欣赏对方 正在他们危急的时候 就他们快快陷入 那个整个里面 在那个严格讲就是 一个非常紧急情况下 你看这个这个敌人节 敌人节最后的话是 他两个已经就是 快陷入在那个 就像那个阿难 阿难那个 那个最后 射结快到的时候 敌人节的话 他的那个 你看他 他这个有 就是他的素式善根 他突然灵光一现 他是用什么呢 就用后面这个白骨官 我跟你讲 每个人在飘量的话 如果你白骨官给你修成的话 每个人就是白骨一句 问题你的白骨官能不能实现 你平常修白骨官对 但是你白骨官的用法是 你在危急的时候能够用 而不是你天天 你天天在那边 看人家白骨官没有用 他两个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上床 一这样的话 那就是破戒了 他在最危险的时候 他突然现白骨官 所以他把它推开 他怎么讲 我不能破坏你的明节 这样他就没有破坏明节 所以敌人节最后是出相入相 就这样 所以这两个很重要 一个不静观 不静观你就听我讲 不静观你就阿难尊者 那白骨官的话 你就记敌人节 你现在修白骨官 白骨官什么 白骨官很简单 白骨官就是把一个人 你这样 再漂亮的人 人也是一具骨头 这样 你能不能这样修成 那现在跟你讲 你现在看白骨官 那没有什么用 是在你在危急的时候 或者是你需要的时候 他能够现这个 让你能够 所以我今天有一个同学 他已经就很为难 我就跟他 那刚刚出来 说能够吃饭了 我就给他一个句 我就给他赖一下 我说 跳过一砍 他就活120 这个是一样 你重要关卡的时候 你修很多东西 是要用的时候 你要能够拿出来 所以我们常常讲 就运用自如 就在这个地方 你修很多 那像你家的图书馆 很多书 问题那没有到你脑袋 你弄不到的时候 是你家是排着 是在那个地方 那是装饰品 这个你不要看这个 不静观跟白骨官 就这六个字 那不静观的话 很多东西 你能够 那个破能不能破 不静观 那白骨官 当然很多例子 我们就这两个都大人物 一个是阿难尊者 一个是敌人节 问题是你在 尤其是你在情色 在什么东西的时候 或在哪个关卡的时候 你能够用这两个 那你就会跳脱很多东西 我们修行中会遇到很多 很多危难 所以这两个我特别花点时间跟各位谈 又如怒气来的时候 你就要用空观 那空观的话 这个文字都很简单 但是要用的时候 要用得上 用不上的时候 你没有什么 那禅宗讲迷心见性 一切方法不离自信 戒是这样 定也是这样 会也是这样 世间也是这样 初世间也是这样 把一切的戒言都打破了 明明白白的指出这个来 就是不二法门的经义 而且就在每个人自己身上 就在每个人的自信之上 不需要到别墅去 出家在家不二 东方西方不二 戒定会也不二 烦恼普提也不二 一切回归到不二 能够如此 就能够修正活果 就没有什么不可预约的鸿沟了 一般人的 一般的教派 戒就是戒 好会讲 定就定会就会 你有没有看到 哎呀 那个戒的话 可以讲戒归是一本的 你知道吗 戒有戒归一本的 有讲很清楚的 定也是一样 定也是一样 你看那个谋活直观 就这样 会也是一样 各有一整套的学习 和修持的方法 到了一定的阶段是 才由戒身定 由定发会 禅宗不这样讲 既然一切万我都不理自信 不理自己 那么谁在持戒 谁在修定 谁在发会呢 禅宗认为戒就是定 戒就是你 定就是戒 定也是你 会就是定 会还是你 反正就是看你都是自己的心 自己一己 你能够看到自信自信 禅宗就这样 他不把它弄得很复杂 很复杂 所谓翻过来 所谓由戒生定 由定发会 只是戒定会的一个关系 也只是关系的一种 也可以是由会生定 由会来生见 一个人一个人若开悟 有了智慧 其心就不动了 心不动就是定 心不动就能够守戒 不一定是一定是要是有戒 守得很好 然后定才出来 那也是通常 这就戒定会也次序是这样 但是有很多是 每个人是不相懂的 有的人把定讲得太玄了 好像深不可测 有的人学问很好 在讲解戒定会的时候 体系完备 什么沙弥界 比丘界 比丘女界 菩萨界 样样精通 先说四禅 这就定 先说四禅八定 头头是道 那个字的话 像戒定会 残阳会的时候 你看三生四字 一切字 一切种字 道种字 历历分明 如果把佛教当作学问 来研究的话 阻隔一生活之外 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那勇家玄界禅日的正道歌说 行一禅 坐一禅 以莫动静 体安然 又说不求真 不断望 了知恶法 空无相 无相 无空 无不空 既然 既是如来真实相 这就是禅宗的方法跟境界 把 若把自己忘了 把戒定会当作学问 当作知识 当作自己以外的东西 或者用它来改造自己 这样就走弯路了 走弯路了 不亦得利 禅宗不这样 禅宗怎么认为呢 禅宗认为 戒定会就是你自己 就是自信的作用 生活的一切 无不在戒定会之中 有的人双腿在盘坐的时候有定 双腿一放下来的时候 他就跟着善师就没有定了 那你一天的话24小时 你一天只手那个定 给你做两个小事 好不好 你还有22个小时是容易放归的 公众场所知道守戒 但是暗示的时候却乱无彰化 读宋经书的时候好像是有慧 但是面对华乱的时候 智慧却不知道跑到哪边去的 这些都是不如法的 所以的话 这个地方 慧能大师以无分别心 来阐释定会 也就是用一心来阐释界定会 就一心跟无分别心 所以他说 内外一如定会几等 又慧能大师所言 定会一体 不能看成两个 来再提醒世人 怎么用无分别心 看待一切事物 故说民虽有恶 体本同一 这个地方 下面的话是在讲 事项 人我事项 人我事项 我们就跳一下 不需要整个看 看标题下面第一个 我人事项 我项 人项 周恩项 瘦项 大家朗朗上口 这金刚经的受职者 大概都有知道那个含义 那你看看 然后就跳一段 那个那段 第二段也不要 那看第三段 你看 人项 先看我项 我项就是把我当 什么叫做我项 各位看 先从我项 我项任期 我就是把自己当作实友 这个叫做我项 你自己是实友的 实在的实友 是实友的 有 就你把自己当作实友 那人项 周恩项 瘦项 都由我项衍生出来 你我项一生的时候 相对的就 例如我 你看 各位这样 我这四项 各位就用简单的 你不要 因为它有各种层次的 那用简单的 你看看 你就实友我 你这样我菜面中 就我这个也是实友我 对不对 那什么叫人相 对边的 那不是人相 有没有 那人相的话 什么叫 这个都是后面的人相 众人相 众人相 受我相 都去我相衍生的 我相一生的时候 就有相对的人相 人相就跟你对面那个 相对的 如果是单一的 极为众人相 如果 所以它有那个 对面那个就是人相 因为我相在妄念之中 不断的气球延长 极有受我相 以浅白来化相 我相就单一的我 人相值我以外的单一体相 你他他有没有 众人相的是 我的众生相 与不凡我的众人相 如我们你们他们他们等 受的相来是祈求一季即 你这个四季的生命能够 就是延寿 那个叫受者相 总之的话 受者相是我相的重面延伸 我相的重面延伸 人相众人相 则属什么呢 则属于我相的那个 横面的发展一百九十 相是框框 这个框框以分别心 供高我慢心作为基础 加上一点贪念所构足 如果无法荡向潜质的话 修行是很难有成果的 这一节比较简单 就是你 但是要慢慢去悟 他是用一心 无分别心在讲这个 今天经文很简单 过来一行三昧 一行三昧 这一节的话你看 请看一百 我们就从一百九十二页开始 一百九十二页 一百九十二页 下面的话 下面的话 慧能大师在解释这一段 这也是只有两段文 两段经文 等一下我们再慢慢来推演 这只有两段经文 也是很简单 上一节两段 这一节也是两段 上一节是在谈定会 定会你要用一心无分别心 这个的话你要用什么心情 来读这一节呢 这一节要用不二的经 不二 换句话讲 六祖在谈这个的时候 他是用什么呢 用文殊波罗 什么叫文殊波罗经 文殊波罗经的话 全称是文殊菩萨所说 等一下我写一版 文殊菩萨所说 波罗蜜多经 这样太长了 文殊菩萨所说 波罗波罗蜜多 因为是玄奘法师所译的 玄奘法师译的时候会多一个多 文殊菩萨所说 波罗波罗蜜多经 这样的话简称就是 前面文殊菩萨就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就文殊菩萨 后面的话就波罗经 这个经的话大概是 应该是八九千字 我跟各位讲 这部不是我们禅宗的话 从普利达摩是教认杰金 传给二祖是认杰嘛 一直我们说到五祖印心 都用认杰金 严格讲到了四祖之后 到了四祖之后 因为认杰金很难 到了四祖之后 不是有认杰四字记吗 虽然二祖传给三祖是 三祖传给四祖也是认杰金 但是到了四祖之后的话 他不是一下就走到金刚金去 就是文殊菩萨 就是文殊菩萨金 文殊菩萨金的话 他在谈什么 谈普二的精神 所以严格讲禅宗的这样 因为这个我没有 那个他们 所以你看说他 你看在四祖还是什么 在围城的时候 他读菩萨金 就好多的神兵在那个地方 贼就退 就是在讲这个菩萨金 他们在那个时候 四祖 五祖 六祖 严格他是已经走到菩萨金 六祖很明显的是在讲金刚才 但是的话 四祖传五祖的时候就是文殊菩萨金 所以底下的话 所以六祖在谈文殊菩萨金的话 他不是空穴就这样来 他是有传承来的 有传承下来的 所以慧能大师底下就是用不二的精神 来尝试一行三昧 一行三昧法门在今天的话是重要的 我要告诉各位你怎么去用它 用它 用它 OK好 那我现在的话 要先勾文子 勾文子 那个一行三昧者 于一切处写一个一 阿拉伯术的一 这要画哦 我先画再写好了 一行三昧者 于一切处 一直画 行住坐卧 再画 长行一直心四眼 OK 然后的话 跳一直都不要 跳到这个最底下 然后于一切处 勿有执着 这样勾好了哦 你看哦 一行三昧者 于一切处 行住坐卧 长行一直心 然后再跳了两行 再第三行 于一切处 勿有执着 勾好了吗 好 过来我现在要要标哦 一行三昧者 一 那写一个阿拉伯术的一 一的话是于一切处 二是行住坐卧 这个四位于包括 然后的话 第三个重点是一直心 第四个重点是 勿有执着 通常 因为这经文哦 它这样讲下来 通常大体上一直心 你会说于一切处 行住坐卧 长行一直心四眼 但是 整个文艺是还没有完毕 文艺的话 严格讲还有 于一切法 勿有执着 要四个要点 一行 就是一行三昧 有四个要点 一切处 行住坐卧 一直心 然后勿有执着 四个要点 好啦 好 然后这样的话 可以 那就是我就 经文我就不读了 那我就直接要看翻译了 翻译的话 你看 慧能大师继续对大众开示说 各位菩萨 一行三昧的意识 就是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间 你刚刚勾的 无论行住坐卧 你这一个是一个是 这就换为 然后是指哪个 行住坐卧 都能够以真实自然的本心去行事 行住坐卧 行就是走路 住就是站立 坐就是坐之 卧的话就是睡态 都有庄重尊严的龙子 称为四威瑜 靖明经这样讲 他说 真实自然的本心 就是成活的道长 靖明经又这样讲 因为他两个不同 一个是在菩萨品 一个是在活果品 两个地方不同 所以不能勾 一般的经书 他都把这两个 你看 他一般的经书 我跟各位谈 你看192页 192 你看那个经文 靖明经云 你看一般的经书 他大概执心是道长 执心是靖主 他就把这个勾起来 因为他这个不是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这是出现在靖明经 就唯魔节经的两个 两个不同章节 一个是在 一个是在什么 菩萨品 一个是在活果品 所以的话 他两个 两个 那两个的话是不同段落 所以你不能用一个括号 把两个勾起来 OK 菩萨品这样讲 真实自然的本心 就是成活的道长 靖明经也同样一个基因 他的活果品 又这样讲 真实自然的本心 是菩萨成活的禁度 不要心里怀着惨媚 那个惨媚 携取的意念 口头最忽衍说的公平正直 嘴边说一行三昧 实际上却不以真实的本心去做事 这种人就不是活的弟子 然后东方本有这样的意思 修行人只要行一职心 对于一切法都没有执着 这就是一行三昧 东方本有迷一行三昧 迷惑的人 注着事物尽向 执着于一行三昧的表象 开口便说常做不动 心中不起妄念 就是一行三昧 做这种见解的人 极同无情的草木瓦石 却是阻障成就活到的因素和言由 那你就 你看喔 他就说你 你如果说什么叫一行三昧 就是常做不动 就望不起心 那这样的我常常就讲很简单 这样讲常做不动 谁做的最好 石头做的最好 有没有 那这样的话 你看他底下就是什么 他告诉你的极同无情 那无情的事物 这个 那什么是障道因缘 等一下我再来谈 什么是障道 这就是你如果有这样的见解 你就是障道 你会把那主障 主障你要求道的那个 成功的那个因素 那下面也是很短 这段经文都很简单 下面的那个请勾 经文 道虚通流 通流请你勾起来 道虚通流 心不住法也勾起来 心不住法就道极通流 这个这样解释 那如果你心 心若住法就名为智乎 智乎就谁绑 就你自己绑的自己 好 那下面的话是那个 经文倒数第二 看心观尽 不动不起 从此至公 从此至公的话 这翻译是有困难的 你至公这两个解释 有的时候会不相同 你一定要 要仔细去看 好 那现在的话我看194页的那个翻译 那直接就看翻译了 我等一下就再推 各位菩萨 活到必须通行流畅 为什么会有遭遇阻碍的阻止呢 如果内心不住着事物的静下 活到就能通行流畅 内心如果住着事物的静下 那是自己 藏湖的自己绑的自己 自己绑的自己 好像那个 若说常坐不动是正确的 有效的修行方法 是一行三昧 那么 社利福在临终静坐 休息禅功 就不会被维谋节 纠正与自责的 那这个社利福这个宴座被 被那个维谋节 那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底下有讲 社利福宴座临终 却被维谋节喝 这个典故出在维谋节经的地质品 维谋节居士在病塌上忽然想忽然想到 释迦牟尼佛是大慈大悲的 我生病了好多天了 他为什么没有来慰问我呢 维谋节这样的心念一动的时候 那佛头马上就知道了 于是就派那个 就请那个社利福代表来探视他 社利福就好像就面有难受 就这样叮叮咚咚咚就不敢去 就跟佛报告一逃帮 为什么不敢去就下面就讲 讲他不敢去的理由 我不堪任意笔问 我没有办法完成 就是去慰问维谋节居士的大事 因为的话我以前有什么事情 我就他报告以前的事情 因为以前有一天 我在临终休息 也休到的时候 在树下静坐 刚刚要从禅定 静坐从禅定起来 刚好维谋节就出现 那维谋节大事就出现了 他对我说 说了下面六个 六个好像六个的样子 他说社利福啊 不必是做唯厌作业 不必残求你 你打残 残座不是残求你这样多 他就验作 打残座是怎么 不亦以三界献生意 是这个章起打残座 不己灭定而献诸 威以这章起残座 不舍道法而献皇屋是 这章起残座 他给他好像给他讲六个 维谋节的话 那叮叮咚咚咚 给他讲了这么多 真正的残座的话 是什么的话 那个社利福一下就没有办法 真正的残座 是不必喧闹 不爱住行住 非吉然枯作 所谓行一禅 作一禅 也就以莫动静体安然 这个等一下 我再来跟各位详细讲 那个社利福 从此至公的至 这两种解释 你如果当作弃制来讲的话 就欢迎回 从此的话 就弃制一切的用功 你就是 你就是看心观尽嘛 你孤作 你都不起任何信念的时候 你就成功至极 那个如同无情的草木瓦是一样 这也是主障成就活到的因素跟原因 你如果把那个至 就当作囚 当作至囚来解释 194 我当作囚来解释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不是这样 这个 你就从这个偏侠处去下公乎的话 你会越来越陷越深 就好 你也会像无情的草木瓦石 这两个意义有一点不同 却是主障成就活到的因素跟原因 那些心力迷惑的人 没有办法辨别正确与错误 辨知错误的以为正确 编倒是非 这样的人很多 如是斩斩相交 所以这次危爱很大的 禅宗达摩初祖 在少林寺面壁多年 慧格二祖已降 以至弘冷五祖的话 都主张看心 都主张要看尽的修长方法 慧能六祖把他你看看心关尽的话 不动不起 他现在说这样是不行的 如是相交的话 固知大错 光碎是大错 批评的原因在哪个地方 你要读懂 我没有读懂的话 你好像经文都这样 好像是六祖的话 把前面的都通通把它推翻掉 没有关系 我等一下会再来推这个 下面的话有一个 只有一个而已 被罚行走 罚就是 什么叫罚 罚就是 渡河的那个叠牌 或者是批罚都可以 一行三昧者必定 心定于一行而修三昧 一集专注于事 专注于事修习正定 也就是说 对于某事件 某事件 对于某件事情 做了选择之后 能够坚持下去 金情不懈 那这样 那么的话 在这件事情上 就算是有定义了 你看喔 净土念佛 念念不忘 久后的话就可以得定 这个叫念佛 念佛的三昧 像密宗的话 持咒 全神同路的话 久后就可以得定 叫做持咒三昧 现在就叫一行三昧 有没有喔 念佛三昧 持咒三昧 一行三昧 文殊波罗经 这是简称喔 文殊波罗经 这样这样 法界一向 系缘 法界一向 系缘法界 世民一行三昧 若善男子善女人 欲入一行三昧的话 当先闻波罗蜜 如说修行 然后能入一行三昧 慧能大师清楚地指出 禅宗所谓的一行三昧 只是不论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间 就无论行住坐卧 都能常行一只心 你一只心要一只 什么叫一只心 这个一只心 就指真心 一集真如佛性 常行一只心的话 就常住真如 常弃活性 念头不要拐弯 在一切处 在一切时 不论行住坐卧的话 都要念念不忘波罗 念念不忘自己可以成佛 念念不忘一切都法空 这样坚持 坚持下去 就可以得定 就可以开悟 所以维谋结晶这样讲 直心是道场 哪里有去找这么好 这么方便的呢 这就是一行三昧 直心用强拔的话来讲 就是良心 一般纯仆的人 受过道德熏陶 对是非曲直 会有本能的反应 如听闻官吏贪毒的话 立刻就会痛恨的心理 如果看到某人的不幸的话 立刻有同情的心理 这一类的心理感受 就可以称是良心 有些人遭受污染多了 该恨的恨不起来 该同情的又不能同情 失去的应该有的是 是非曲直的判断 这个人叫做媚的良心 我们在生活中 或者工作中 常行一直心 内心认为对的事 就要赶快去做 而且不要怕吃亏 自己所做的事 若清楚明白 吃一个亏 就断一分环朗 做一件功德 做好事不要怕吃亏 修行不要怕吃亏 不怕吃亏就是直心 不怕吃亏就是道场 现场的同事 就职场上的同事 不怕吃龟 跟斤斤计较的 你喜欢哪一个 或者你替人家工作的时候 能够似同己事 就好像搬家的工人 他都好像是搬自己家的东西 这样秀名的名 大家都包得好 一件好像拌人的东西 你看油材送东西 他就要拋过来拋过去 那你喜欢哪一个 难道你不喜欢这类执心的工作人员吗 所以执心要 会能大师在阐述一行三昧的道理时 同时点出道虚通流 就是一定要的关键 学到的人若不能改善行为提升意境的话 反而变成举止怪异 变成痴迷呆滋 那不如不学大 什么是通流呢 就心不住法 道疾以通流 心若住法 即名为自伏 就是你自己拔到 好像那个 哎呀 那个名下就跟你绑住了 你那个都跑不出来 就自伏 对于一切法的话 勿有执着 我们在生活工作中 不应忘了这个东西 同时也不要执着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一行三昧 就是一切方向 全体方向 对事不要执着 对法也不要执着 都不能执着 认为有个法很妙 等一下会举例 也挺受益的 你就舍不得放下 那么这个很妙的法 就把你绑住了 如果就好像感冒一样 医生看起来的药有效 结果你感冒好了 结果你 你难道这个药 你一天到还是要再吃吗 还继续吃感冒药吗 你要感冒都好啦 所以佛陀说法49年 他最后他说无所说 甚至指出 如果你说如来有所说法的 那个是棒佛 法就像法一样 渡了江之后 难道你还要背着法在那边走吗 凡臣众生 渡江背法的人是很多的 那个名相对你学佛有用处 但是那些名相的话就变成 把你压了 就是你 你的话东西都那个地方 你不掏空 布布那个东西那是不行的 渡江之后还背着法 你是自己没有紧缺位 行的人是非常多的 所以确定 金刚也有法 法上阴捨 何况非法 所以的话菩萨不受法福 也不求法多 因为你没有被法帮 綁住你其余什么法多呢 所以一念正直就是只有 举足投足的话 当下即是 那那个整个 整个都是 好啦 禁文我今天就要加两张 我都开始 因为有几个地方 我今天就来做一下补充 第一个不是那个 那个维摩杰吗 那个设立福 在那个林中宴座 有没有 被那个 被 在宴座 被维摩杰 再批云他 所以维摩杰金 这一张就是那个 生文 十大生文 跟维摩杰对十大生文的 那个教室这一张 一般的话他们都用笔式 都好像是维摩杰非常 一般的经文的话 都是用这两个字 都是他们 那个十大生文的话 就是认为他是 鄙视十大生文 不是这个是 对不起 就是这样看不起 他们才的生文立志 不是 不是这样 那你 你没有把维摩杰金读 维摩杰金的话 不是这样 维摩杰金 第一章是 第一章是活果品 第二章的话就是 对 凡夫 他就生病 视线生病 给大家探兵 用探兵的机会就这样 众生说法 第三个是什么 对什么呢 维摩杰金的篇 那政治篇的 第三章是这样 对 我们去记得生文众 说法 生文众他在讲法 在讲什么呢 你们这些程度 都已经跟这些 应该可以再往上 你不要停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把那个比 他们一般都 他们都是不用比试 他们都用比次 一般的老翻译 都是用比次 我把这个改成什么呢 我把它改成 就是叫这些磨练 你已经停都不能停人家 你的程度要往上 我这张有没有 你去看我们那个 维摩杰金 维摩杰金 这张的话 为什么维摩杰 为什么那个 那个 设立吾会给 会给他那个 会给维摩杰呢 因为他 两个的出发点 就说 你的夏理佛 你的停都不能够 坐三坐 你的停都已经比 他那个禅的话 是什么呢 我跟各位讲 这个是设立符 设立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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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有 你设立符做的时候 你有坐之 我这样讲 你 先走 设立符 你做的是禁禅 维摩对他讲的是讲洞禅 所以他的禁禅 有什么呢 他一定有坐之 他一定有起之 有没有 他要坐坐啊 要起来啊 有没有 所以的话 这个的话 设立符一定有坐之 有起之 所以 洞禅是什么呢 洞禅我用最简单的 用那正道歌 这个是 行 义 禅 禅 这个坐 义禅 你看看他厉害不厉害 他就两个他都破掉啦 你这个不是坐在那边 一定有起嘛 有那个东西嘛 你坐的时候 你就要暂停 你就要暂停你的活动哦 因为你在那边打坐 对不对 但是洞禅的话 洞禅是不爱生活 什么叫洞禅 洞禅的时候 你看你坐车 如果你星辰一定的时候 你会在车中你就入定了 洞禅是一个 不会影响你生活的 那洞禅的话是什么呢 洞禅的话 这样 还不是只有这样哦 那你洞禅的时候 你坐的时候 这个是进禅 坐的时候你就是席律 也是收舍 但是你起来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什么 起来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 你起来一腰 你就会被他 你起来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 会吃善 但是洞禅的话 不会这样 洞禅的话是呢 坐跟起 都是维持一定的收舍 所以 禅禅的话是什么呢 禅禅是基本禅 洞禅的话是圣意禅 没有高低的问题 你一定要这个当基本 然后再跑这个 所以这个的话 维谋是跟他在讲这个 他不是说夏里夫 你不好 夏里夫啦 舍利夫啊 你的程度已经超过这个了 你不要一天 你的话 这个通通 你这个 这个通通都可以打破 还有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地方 你就暂停半道 为什么呢 这个不是不外 你这个要 一个是一个 这个地方还不止这样 这个要分两个 这个要分两个 这个不是一个 这个要分两个 分两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停止日常 我刚刚那个是不外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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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的话 另外你打坐的时候 你就要停止半道 但是你洞禅的时候 你会有那个易生生 你有易生生是行道 所以基本上 他大概有这样的区别 OK 会有洞禅的人 大概程度会比较高 这样你清楚了吗 这就是禁禅就坐在那 这次在坐的时候 这次起来 洞禅没有起来 然后因为你坐在那边 你所有日常活动 你都没有了 然后的话 你因为你停日常活动 当然你也不能再休息 你就只有坐在那个地方 这样的话 你坐的时候 是有功用 起来的时候 你的功用就跑掉了 这个洞禅不会 这个是基本的 这个是胜宜的 这样过来 行一禅 坐一禅 你洞禅的话 洞禅是随时可以坐 然后的话 他不但随时可以坐 他也可以随时修身 他修身 他的那个修活 并没有停止掉 因为他有 他有这个易生生 所以他 没有停止掉那个行道 所以他 坐起的话 都是一起坐这 所以他这个是圣意的 这是第一个 要跟各位谈 第二个要跟各位谈 定会的含义 不是 不是那个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不是我们今天的定会吗 我跟各位讲六组是用 用一心 五分别心的去讲这个定会的东西 我们是用涅槃经好了 用涅槃经来讲好了 涅槃经 用最后的一部经涅槃 涅槃讲 多的 定 定 多 会 会 少的时候 定多会少的时候 增长無明 如果是定少 会多 会多的时候 会增加斜见 这是出在涅槃经 那我们用故事跟各位谈好了 涅槃经讲 因为现在不是讲定会两个吗 你定比较多 会比较少的时候 你会增长你的无名 定比较少会比较多 一个多一个 然后就增长斜见 我们讲唐朝的那个韩玉 韩玉不是写过一篇 剑银火谷吗 在唐献宗的时候 他写了一篇剑银火谷 结果 因为献宗那时候 唐朝的时候 那些唐朝献宗的时候 有多少呢 有四万多间的寺庙 这京城四万多间寺庙 有二十六万多个圣旅 你知道出家的人 就都打就二十六万 所以皇帝又迎接火谷 这个的话 这个韩玉看不下去 就给他写一篇叫做 剑银火谷 这个书 结果这篇上到 到朝廷的时候 他给皇帝贬官 贬到哪边去呢 贬到那个好像是什么 朝桌去 就已经跑到朝桌去了 结果的话 你想看看 韩玉公民本来一身的 文章很厉害 那一个公民并不是很厉害 公民的话不是很顺粹 结果因为写了一个剑银火谷 那个书 结果被皇帝看了 他就皇帝你做礼佛那些东西 他给他写剑银火谷 就把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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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写太多了 这样会影响你国力 他是这种观点才写那个东西 他去看那个 结果呢 他去看那个大巅蚕蚕 所以他不是 他有跟那个 跟僧人来往 他去看大巅蚕蚕 他现在去扁那朝桌 去看大巅蚕蚕 大巅蚕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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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蚕蚕蚕蚕�蚕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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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在要跟他們的師傅說 他們師傅現在人家的是要貼一個紙鏡不能講話對不對 打蠶座要貼紙鏡不能講話 結果他的逝者就這樣挑戰 說這樣說不可以跟他講 他大小聲會大聲 就是讓韓語有聽到 就是讓韓語有聽到 他是怎麼說的 他跟他講 你先以定動 他跟他俗語提醒 他現在等於等不高興 先以定動 然後的話是什麼呢 先以定動 後以自拔 他現在說 你打蠶座的時候 韓語已經給你正式住了 他已經有感動了 他就馬上在你 但他不敢走啊 所以你打蠶座的時候 他已經感動 他一直就在等師傅等你出關 你現在的話 後以你現在要做什麼 你現在要用自 你現在要出來 要跟他講講話 然後韓語怎麼說 他說 我雖然沒有見到大天蠶師 但是的話是什麼呢 但是的話 信於 你試者口編的話 得個消息 定位的東西就像 他在看他打蠶座 他有感動啊 他現在是要 他的試者 應該是 他在打蠶座是不應該去打擾他 打擾要去講的話 也要跟他講說 有大人物來看你 有刺詞來看你 要跟他講 他挑講 說給韓語聽 他說 你打蠶座的時候 你這個定他已經有感動了 你現在趕快出來 替他講講話 人家韓語說 這樣他 這樣他有感受到 所以你看 這個就是定位的東西啊 你看他定他有感動 要法就是那個東西 我跟各位講 你寫文章不要太長 我跟你講像這樣我們講世俗 那香榮有沒有 有一個在寫 其實這種文章 你寫文章 你不要弄得很長很長 要這不會 大概就這樣這樣 你看這個韓語 韓語不是給人家 扁到潮桌去嗎 那太好了 結果趕快他寫一個 等於是悔過書 那悔過書 我今天給各位寫他最後幾段 最後一段 那寫得正好 你看他最後的悔過書 最後他 他 黃帝看到這個以後 又把他調近一點了 你看他這個 他寫那間國古書 他最後的是什麼呢 他前面的話 一段我就不寫 前面的話 就承認他說 他以前猖狂 他批評 批評聖上這樣的話 你看他在後面怎麼講 你看 批評 你批評黃帝 你批評 腦怒的黃帝 黃帝可以殺你啊 他現在沒有殺他 你看 紀免行諸 有沒有 你沒有殺我的頭 你看 誘惑食物 你只是把我扁官 扁到別的地方去 你看 我沒有被你殺頭 然後的話 你只有把我扁官 我又有食物 哎呀 黃帝啊 你真是寬大 我這樣講你 你都沒有生氣 你看 聖恩寬大 我是要用他後面 天地莫良 你的心胸的 你這麼開管 我罵你 你都沒有生氣 只有這樣給我掉眼的地方 你看他這個 破腦哭心 這個為什麼我喜歡哭 哭的是 愣眼睛裡面常用的 哭心就是這樣 押心肝 押到 所以為什麼要哭 哭就是要押到 穿起 所以你看 我把腦破的 把心挖給 哎呀 這個也不能報答你的恩情 他寫的 文人很會寫文章 所以這段 前面有一段 回過的 那我就不寫給各位 他說我自己猖狂 這樣我覺得是不對的 這樣 啊你看 這個很好啊 所以你看寫東西 你也 我寫這樣 惱怒你 你沒有把我殺頭 你沒有把我殺頭 然後你只是把我扁而已 你沒有 我還有頭人家 還有吃你的心碎 對吧 還拿你的心碎 所以 你這個是寬容大量 天地都沒有比不上你 所以的話 我把腦子投給你 心 這個是投給你 腦子我投給你 我心也給你 都還不能 不能猥褻 起得好 各位 這個我們就這樣 還沒有談 這個還沒有談完 這樣的話 你看那個大學 大學的話 我就不談了 你看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得 在欺民在子儀之戰 之者有定定 定而能盡 靜而能安 安而能後能律 律而能得 那個有沒有 定盡安律得 這樣 你就看這個 跟這個的話 定會是有一定的 但是 那個是太挨板了 你看他一先定 然後再怎樣的 所以你看他定盡 有沒有 他在那個地方 你看定 然後盡 然後安 然後律 然後得 他這個很接近 就是定會 就是我們借定會的次序 大學有沒有 大學 魯家也是這樣啊 大學之道在明明得 在欺民在子儀之戰 知責而有定 定而能盡 近而能安 安而能律 律而能得 你就被大學長 就是這樣 所以的話 他是大學是 這樣持續的 但是我覺得不一定是這樣 我要跟各位談的是不一定 大學看起來好像也是這樣 但是因為我們要知道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定會 講的不是別人 不是別人說 別人給的 定會也要靠自己去修持 自己去體悟 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的定會跟你的定會會不一樣 不一定一樣 定位是你自己的事情 要靠你自己去修持 要靠你自己去體悟 所以你不一定要在那邊爭 一定是先定後會 先會後定 然而個人的機緣是不一樣的 所以的話 最後是要怎樣呢 我們很希望大家定會 這要怎麼呢 你定也要會也要 所以的話 等一下要插了 所以定也要會 要怎麼樣 要定會等詞 所以要定會等詞 人運雙修 我們兩個都要來吧 你只有定嗎 你只要定嗎 你只要會嗎 所以我們看 我們定會要等詞 這兩個我們都重要 但是要人運雙修 而且的話是 不管你定為 你那個 你定為會之體 那就回不回來 定為會之體 會的話 為定之用 所以你定的話 你就是修好來 會的話就打出去 智慧打出去 這樣OK 所以的話 大體上這樣 下面比較重要 等一下差不多 馬上我們下面 要一個一行三昧 進另一趟 OK囉 可以差 沒關係 等一下再下面 什麼叫一行三昧 一行三昧很重要 一行三昧 它是出現在 用要寫嗎 我要有時間 就是文 你用趕快寫 我念給你聽 一行三昧 就是語出 文殊菩薩所說 波羅波羅蜜多經 出現在這部經 一行三昧出現是在 文殊菩薩所說 波羅波羅蜜多經 簡稱文殊波羅 主要就是談不二 第二個的話 第二個的話 剛剛我們已經勾起來 什麼叫一行三昧 有沒有 叫做 於一切處 然後行柱坐臥 長行一直心 然後點點點下面 有沒有 物有執著 有沒有 你看看我們是不是這樣勾 有嗎 你上勾 一行三昧的地方 因為我現在開始要演那邊 於一切處 行柱坐臥 長行一直心 物有執著 然後的話 不是直接 然後就跳下到底下 然後就 我只要用它四個字 物有執著 有沒有 所以的話 你要怎樣呢 你要念頭 不要拐彎 不要昧著良心 不要怕吃虧 對於 對的 你的話 要念念不忘波羅 要念念不忘法科 要念念不忘你是一個修佛的人 你這樣就會得定 會開悟 你認為對的你要趕快做 不對的話 要稍微停一下 對的要趕快做 不對的要停一下 因為真理是沒有很多 真理只有一點點 你不要覺得真理是很多 真理的話 大概就一句話 那講到一大堆的 因為那個一本書 那都學那些東西 那個太多 所以的話 我要跟各位講 一行三昧 這個初出我跟各位講了 那我們現在先講這個三昧 三昧什麼叫三昧呢 三昧的話就是 就是 以前我們常常講鎮定嗎 常常講精妙妙 精妙嗎 常常講絕妙嗎 那這樣子太難了 就是最恰當 最相應 最究竟 那現在我要告訴各位 你這個一行三昧 有沒有 一行三昧 不是剛剛我們勾的 他的定義有四個嘛 對不對 於一切處 然後行住坐卧 這四位於都有 你要一執心 那我現在要跟各位講 你如果是一行 當作你的這個一行是 於一切處 然後行住坐卧 現在要講這兩個 那這個範圍是很大 換句話講 你修活的所有事情 你都按著一行三昧去做 這不是不對 但是如果你能夠選擇 認為是你最重要的 我不跟各位講嗎 你定目標的時候 定什麼的時候 你一定有 有主目標 有副目標 也就是你這一生所不足 這個時候 你在做一行三昧的時候 你是只針對 你自己所切種的一行 你是一行三昧 是你要修活的 所有事情都一行三昧 還是你認定 哪一種東西 你是一行三昧 這兩個修活是不一樣的 修一樣 他一直就講下來 跟你講很大 講的話 於一切處 行住坐卧 我們很希望 大家 你每樣東西 都能夠做得很好 但是你把你的事情 我常常講 把你的事情 什麼是主 什麼是戶 把它分清楚 分清楚 每年的話 像你如果一行三昧 你每年都能針對 有一個一行三昧 每年都有一個成功 你這一生會成功很多的小 小成功 你就會變成大成功 你一下都是一行三昧 你的我們的能力一下都可以 通通都一起照顧起來嗎 你可能通通的話 好像你很偉大 什麼的話 你行住坐 大行 你樣樣都一下都要達到一定的標準 那可能不太容易 所以你先把自己想清楚 你的一行三昧是從哪個地方切入 哪個地方打點 OK 那這個是一個修行 一個 所以我不是跟各位講嗎 成活我們要 但是我們 入勝流 當作一個最主要的目標 一行三昧我們要 我們樣樣 行住坐 我一切入神墨 我們要學會 穿衣也要照顧來 什麼也照顧來 問題是這樣的話 我一下我就 我那個東西 我這個時候 我從哪個地方來 我從哪個地方要切進去 你一定要弄清楚 這是第二個 我要跟各位談 第三個不是那個 葬道因緣嗎 葬道因緣裡面很多 葬道因緣 這個地方 葬道 我現在要談葬道因緣 那葬道因緣 因為我們佛教 主要佛教的主張是什麼呢 解形病重 現在我要講葬道因緣 這是第二個 第二個 現在要講第三個 葬道因緣 佛教的話是解形病重 解形病重 然後的話是什麼呢 因為解形病重特別注重那個體症的問題 所以佛教不是你修學位 不是給你變很多名相 不是解形病重修正 所以學佛必須要修學 那講到修行的時候 我們常常講道高一尺 謀高一丈 修行的過程 往往會出現一些謀考 一些障礙的因緣 這個叫葬道因緣 葬道因緣 我們在六祖壇經裡面 葬道因緣大概可以歸覽為三個 第一個是什麼呢 這樣這樣 口說不行 葬道因緣 我現在在講葬道因緣 要寫嗎 我分三類喔 葬道因緣 我第一類是講我六祖壇經裡面 六祖壇經 我第一類是講壇經 壇經裡面有三個葬道因緣 你自己要去歸納 我給你歸納好了 壇經裡面 壇經裡面第一個 口說不行 就是對吧 你看看六祖到現在 你有沒有常常聽啊 你嘴一直講 你實際都沒有做 壇經裡面你去看有多少句這樣 第二個 第二個壇經裡面告訴你什麼呢 他不是一直跟你講要心知道嗎 心形歪曲 這一定是壇經 第三個壇經裡面再跟你講什麼呢 壇經裡面再跟你講 今天我們寫的第四個 你看到了沒 今天我們寫的 我們勾的 壹經三昧的第四個 壇經 所以你不要壇經 你六祖師 你不要 人歷親世上面 他是不四肢的 他能夠 他後面還很厲害的 你看他今天 先用壹心 平等性來講 然後用到那個文書 博羅來講 所以壇經裡面很多口說 口說不行 你嘴說你但是就沒有做 然後心形歪曲的 所以他不是一直跟你講要行職嗎 然後第三個的話 你法之左綁著你 這個的話 那是藏道因緣 我再給各位 不是在談嗎 你看那個有沒有 那個在活化裡面 不是有八難嗎 那個也藏道因緣 你看那個藏道因緣 有的 我可以常常各位講 你要特別注意 那個八難裡面 不是有八難嗎 八難你看那個 深道三惡道 就三個囉 你如果太安逸也不行 安逸的北紀錄座也不行 那個道的 那個長壽天也不行 你如果盲龍陰雅 也會 你也 所以一貫都 你要進一貫道你知道嗎 進一貫道 如果你的五支不全的話 一貫道 這個就是藏道因緣 然後的話你看 我最常常跟各位講的就是 你的四字充變 你老認為我自己學問很好 很好 我一定可以修 那個就是你的藏道因緣 因為 你跟那個好像 好像是很有 就在世俗上做得很好的 你跟他講什麼的話 他就是有沒有證據 科學的問題 這個就是 因為活掉 有些是 我們沒有辦法可以突破的 那個四字充變 你就把 你就綁在那個地方 這就 八難也是 今天的話 我用十分鐘 我跟各位談 談幾個 我們看了 藏道因緣 看有哪些 這是第二類 第二類就是八難 就佛金裡面的八難 看到囉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佛金的八難 你不要現在 八難裡面不是每個都這樣 你不要現在 尤其八難 我是特別提醒大家 尤其老殘 你修得很好的 你的四字充變 你不要覺得自己很聰明 很那個東西 那不行 那會綁著你 第三個是什麼呢 就是藏道因緣 最主要就是看你這個心 心 這個心裡面 大我給他分手 你的心門不開 我只寫標題好了 我就不寫那個 第一個 你的心門不開 你的心 心就好像一扇門 一大門 但你門不開 外面的人進不來 你心門不開 凡事排聚 那個真理 智慧 的滑水 就沒有辦法 流到你的心中 所以不是有一個大學問家 在日本 日本有一個人到中土來 修得很好 修得很好 天台中修得很好 回到日本去 大學教授就請教他 你看他很客氣幫他倒水有沒有 倒水的時候他茶壺一直一直這樣 教授說哎呀你已經倒流出來 他說你就是 因為的話你心裡你就滿滿的 你怎麼會接受我的東西呢 你的心門就沒有打開來 你的心門又沒有打開 心門如果沒有打開 他是學我的障礙 第二個的話是心結不結 心結不結 因為你心裡的結 你就是自己在猜疑 嫉妒 好像對人家是那個 是非的執著這樣 不捨 因此產生心結 也就是葬道的因緣 第三個是心 你的心淡不放 什麼叫心淡不放呢 你心裡的負擔 就好像你對那個金錢 你一直都還放不下 那恩怨勤仇的話 家庭事業等 你都一直放不下 這樣的話 你產生煩惱 也是葬道的因緣 你裡面都看著 第四個是心旺 那心旺應該是有望你 大概都知道了 就是心旺 心旺的話不除 你忘心不除 你忘心不除 應該忘這個就不用講了 第五個的話 大概就心憂不喜 為什麼 因為一個人 如果每天心裡都是憂愁 都是煩悶的 心裡沒有什麼法喜 那怎麼去領略微妙的火法呢 因此心憂不喜的時候 一天到心憂不喜是怎樣 你憂愁 不喜 這是連下來 心憂不喜的話 你也是葬道因緣 第六個心暗不明 多掌心喔 你如果你的心沒有智慧 然後沒有點亮自己的心燈 每天都活在黑暗裡面 自然難以見到 有沒有這種人 有 跟你 所以我常常講 價值觀不同的時候 你要矯正人家價值觀是很難的 是非常難的 你的心暗就不明 然後 過來 你如果是不寬 心力量都很狹小 沒有包容 沒有忍讓別人的優缺點 就你也是葬道因緣 過來當然是心惡不善 那個不善的話 那當然也是葬道因緣 第九個 心惡不善 然後第九個心邪不正 有些已經了解就不寫 第十個 第十個的話 心貪不捨 這個也是上道因緣 都不捨 就做不完的看過 一個人如果天天都貪出別人給我 自己完全不肯不思 這根活的六度 事無量心 根本都是不非道而止 所以你大概也沒有辦法 過來就是你不信 這個的話是到上層去 這個修佛都是要空 你太多了 這個是比較高的層次去的 心有不空 這迷信不來 這心有不空 也沒有辦法那個東西 所以你那個東西 所以你不是華元經在講嗎 你如果要進入活的境界的話 你的意就好像虛空一樣 你才可以裝很多東西 你自己裡面的話 你都不空 你自己的東西一大堆 一個人如果自滿知著 成見不空的話 那就裝 就好像剛剛我跟各位講 裝滿那個水的那個杯子 再好的水滑水也弄不進去 也弄不進去 另外我今天本來還要再談一個那個 道要通流 學了很多東西 除了執著 剛剛我們那個道要通流 六祖跟我們講的是什麼呢 除了就是說自己不要著著 不要自己綁著自己 綁著自己的大概就是 世祖所講的 你自己老認為自己是被綁著 道通流也是一樣 不要怕別人 道就是 通流我跟各位講 就是要讓他實行讓他做 你不要通通把他擺在 那個不要著著之外 也不要當做一個 在通通放在倉庫 只要我們懂得一點點 就懂得那一點點 趕快去做 就那一點點的話 就你看看華華鏡的話 展展到第五十個人都功德無量 你不要不捨什麼東西都不通 讓他停在那個地方 所以不要留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又這樣 我又跟各位談 你像那個旭雲大師參與 旭雲大師參與的時候 在香港編的那本 各位知道嗎 你看那個的話 那個陳學禮 其實他怎麼講 他說啊 我已經八十幾歲了 他是從江西這樣一直傳給我的 那一下 你不要用現在這樣傳好像很 那一下的話是走路要路條 什麼東西都不通 他們從那邊傳給我的 我現在八十歲了 八十歲我不給他印出來 這些以後的話 通通就在這邊就沒有了 所以我沒有能力去教對他 所以各位的話 那個西雲大師參與的第一版 第一版就是江西有什麼東西 他就給他印什麼東西 印出來以後 我跟各位講 他法界就以為這個是標準本 也不去看人家第一版的序 第一版的序就 因為就是要流通 你不能不流通 不流通 在那邊就沒有了 那整個裡面 所以那個嚴格講 有心的人 他們法界也跟我講 蔡老師啊 那個旭雲大師參與的話 你就從頭到尾給他 我說 那傳聞這麼多人 要我指導我是可以 叫我一個人去做那個 我要花個半年 那要很長時間 後來我寫一集 我花了有時間 我大概都改差不多了 我改過 我看過一遍 改過一遍 送給何鈺 何鈺他好像他也不行 因為這樣一弄的話 他說事情很多了 這個也不對 這樣的話 他說事情也很多 所以花一定要去流通 沒有通的話 放在那個地方 那等於是擺在倉庫裡面 那又要等人家來進入 又要等人家進入裡面倉庫找 要到圖物館 這樣不好 這樣不好 所以我們這間的話 我們當作 每個人都是菩薩 都盡量的 不要綁自己 法要通流 就不要綁自己 然後的話 然後讓他發揮功用 因為他裡面沒有講到 讓他發揮功用 自己盡自己最大的責任 ok 今天的話 下一盤我看我有沒有時間 把那個 因為我今天講那個藏道陰影 我是用三個 各位看到嗎 第一個是六祖壇經裡面的 我給他看 從頭到尾我給他看 大概這三個 那個是那個 第二個 活教那個不是那個地方 我一直如果有獎金 我就會特別跟各位講 尤其是 對於已經有 做了大老闆的 或者是已經人家那個 那個什麼 理工科的都讀得非常好 他每次要講都要講證據的 我常常跟他講 那個的話就是 四字充變 你要特別小心 尤其當到大學教授的 那你要特別小心 那你不要老認為 你那個那個東西 那不行 第三個的話 是大概又從 因為修 禪宗你就修我修心 我就從心給你彈 這個是比較高 有沒有看到這比較高 那不空 你哎呀 但現在修活我們哪裡 到空的時候還得了 這空已經到上面去了 ok 那像都破掉才有空 好 今天因為時間到 今天就有那個 好 我們就這樣囉 來